好,徐先生,那我就把这个时间给你了 好,谢谢你 谢谢许牧师,徐教授 今天我讲这样的一番 不是在教会里面常讲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的题目叫 圣经启示与精神健康 那么其实呢 这个一个常问的问题就是 抑郁焦虑就是一个灵性的问题 还是一个精神病的问题 基督徒可能得这个抑郁症吗 今天是今天华安教会里面 常讨论的事情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社会上面 今天这个许多人有这个抑郁焦虑 还是更严重的精神病呢 那是不真的事实 世界各地呢 大概都有百分之十的人 有精神的问题 这个差异其实不是很大的 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还是经济相对没有开发的地方呢 大概都是有百分之十的人 有这个精神的问题 这个是过去二十年 这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呢 做了很多这种的普查的结果 那中国的人口呢 在2019年呢 是13.981 一般估计呢 中国有1.41的人 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呢 严重的精神问题 那究竟这个是一个犯罪的问题呢 是信心不够的问题呢 还是一个精神病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用不同的方式问过了 那灵性好的基督徒可能得精神病吗 这个是 我觉得教会的里面 许多人关心 而且呢 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 好 先讲一讲我自己啊 我的心路历程 我19岁 在1963年的时候呢 决定在医学院毕业之后 就去当精神科医生 那我教会的里面 很多人呢 就说呢 我肯定很快就放弃信仰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去读精神科的 去读医学院的人很多 去医学院毕业之后去 做专业是精神科的人呢 是没有的 那么我在港大医学院毕业 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呢 我就去英国深造 因为那时候我 我觉得呢 这个英国可能呢 这个 受这个深造呢 可能比较到美国要好 那么我到了英国之后呢 我一个老师呢 就说 那如果去接受精神分析的话呢 就是当时啊 60年代非常兴盛的一个 一个一门的精神科 叫Psycho-Analysis 就是精神分析学 那他跟我讲说呢 如果我分析之后呢 这个我的心态 我的个性呢 就会成长 成长之后呢 成熟之后呢 我就不需要 这个相信基督教了 那所以呢 换句话说啊 教会 华人教会 普世的教会了 应该都是呢 相对来讲的 敌视这个精神科 这个基督徒当精神科医生的 是很少很少的 就刚才 精神科医生呢 1963年以前啊 就是我在香港大学 读医学的 之前 香港大学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 这个 深中山先生是我们第一届的这个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毕业生 那所以从他那个时候到63年差不多80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这个只有另外一个毕业生啊 这80年里面只有一个 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呢 去当精神医师 你想这个 你就可以知道呢 这个 一般华人呢 对精神科是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还是很歧视的 那40年来在美国 我在美国已经40年了 那40年在美国 41年了 其实 我在美国大学的医学院里面 当精神科的教授 我离开英国之后 到美国来就在学院里面当教授 那我发现呢 越少的华人医学生呢 是选择当精神科专业的 华人医学院 华人医学生在美国的医学院里面非常优秀 这个 做很多很多的专业 可是精神科专业呢 就没有了 那么换句话说呢 华人看不起精神科 那我选择精神科 是有什么理由了 第一个就是 其实是确实是 这个精神医学对我的信仰 跟我的理性上面 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是 不好理解的一个科目啊 这个 很少人去读 也觉得呢 这个里面讲的东西 都是非常玄妙的 那我当时 当年觉得呢 这个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很有兴趣 第二呢 我姨妈有很严重的精神病 我姨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她是在 这个 宋尚杰博士到她家乡去 这个布道的时候 30年代的时候呢 姓祖 可是后来呢 这个 40多岁的时候呢 就得了这个严重的精神病 到她 80岁去世的时候呢 并没有好 那这个是 对我来讲呢 一个很懊恼的事情啊 我说呢 这个怎么会这样呢 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怎么会变成这个 严重的精神病 好 那当年我去读的时候呢 这个 面对的困难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第一呢 一般基督徒认为呢 情绪困扰 只需要 祷告 悔改 认罪 这个 当时呢 基本上面呢 都是这样 劝导这个 精神上有 困扰的 基督徒的 那所以呢 华人教会呢 一般都是否定 精神病的存在 到现在还是的 也不接受 这个 熟视的 专业的治疗 第二呢 这个 当时面对的 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提过的 抑郁教律 其他精神病 即使是个 灵性的问题呢 还是一个 精神的疾病 第三个 无论是这个 灵性问题也好 精神疾病也好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 你跟他讲说呢 你多一点祷告 有大一点的信息 好像这个好处是 很少很少的 那无论你要怎么看法 都是需要处理的 第四个 就是中国人文化上面 对精神病与治疗的 回避跟惧怕 我在医学院里面 当教授 很多这个 中国人看到 我说是精神科的 医生 专业之后呢 都有这种 这个觉得呢 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能够 后来找出来呢 主要啊 是因为呢 了解神有两个 不同层面的启示 神在圣经里面 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 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在大自然的里面呢 有一个普遍的 普通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两个启示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启示呢 是神 向人对人的 两个不同层面 在这个 我们理解的层面 我们理解呢 非常有限啊 所以呢 很多事情呢 没办法呢 都把它 归一 都把它整理出来的 所以呢 我只能说呢 这个神的启示 是两个层面 不一样的一个 不同层面的 两个的启示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 我就开始呢 走出这个 上面我讲的 这个困境了 好 那我先讲一讲 我先归纳一下呢 因为呢 下面要讲的这个 内容很多啊 我想要把它 简化 但是呢 很困难 我先把我自己 现在 对圣经 启示与精神健康 这个题目 四个大点 我先告诉你 那你 听了之后呢 你大概知道 我是从哪个地方 来出发的 第一个 所有的真理 都是神的真理 科学与圣经 没有矛盾的 基督徒需要研究 神这两种 不同层面的启示 从圣经的启示 就是你去基督教 大学 还是神学院里面 去读 这个是从圣经 启示里面 来研究神的 这个对人讲的话语 另外呢 科学呢 是对这个神 在大自然的 里面的启示 做出来的 这个 得到的知识 认识跟心得 所以呢 所得到的认识呢 在不同的情况里面 应用的 一说呢 我们从大自然里面 得到科学的知识 跟我们从圣经的里面 得到的 这个信仰的知识呢 在不同的层面里面呢 都是可以呢 与神同行 与神同工的 第二 圣经信仰 对基督徒管理 日常情绪困扰 非常有效 这个 我想应该 我们每个人呢 在做基督徒的 这个经历的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圣经的话语 对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要应付这个 情绪上的困扰 非常有效 也可以帮助精神病人 面对精神病 我等会解释这个事情 可是呢 圣经的信仰 圣经里面的真理呢 一般不能直接 用来治疗精神病 我盼望呢 这个 大家对这方面 有个理解 那你说 想要用 圣经的话语 来治精神病啊 那这个呢 我没有时间讨论 但是我等会 会一点点的提到的 第三 基督徒信仰 虽然不能直接 治疗 这个 精神病 但是呢 可以提供 很多好处的 圣经的信仰 可以 基督徒的信仰 可以提 对这个病人 提供这个 人生的意义 这个信 我打断你一下 我打断你一下 您的 您的 分享页面 分享 好像没在上面 你分享一下 你用 share screen 刚才我把您挤掉了 以后 您一直没有 放上来 哦 这样 好 那我 share screen 要怎么样呢 share screen 然后 上面应该有 你的 PPT的 那个 share screen 然后 然后你就 click那个影像 然后再 说share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好 那我再回到 我刚才讲 这个目前我如何看 圣经 启示跟精神健康 所有 所有真理 神的真理 那我想这一点呢 大概不会有很多争议吧 第二点 圣经信仰 对基督徒管理日常 这个情绪困扰非常有效 也可以帮助精神病人 面对精神病 可是呢 一般不能直接治疗精神病 基督徒的信仰 虽然不能直接治疗精神病 但是呢 信仰呢 可以提供人生的意义 对病人提供这个 信啊 也呢 帮助他有盼望 一般的熟识的 这个 精神科心理学呢 都是叫你 回顾你自己过去的伤痕啊 这个 成长的经历啊 这种呢 来整理 很少提到呢 这个直接 最少很少直接提到呢 这个将来的盼望 那我想呢 这个信仰呢 给这个病人有一个盼望 这个是 很清楚的 一个好处 第三呢 他能够提供这个爱啊 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 彼此的关爱 彼此的扶持呢 对这个精神病人呢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帮助 这样的话呢 有信望爱 他就能够有力量 来 他人生的路 尽管他是有精神病的 所以呢 这个 信仰 尽管不能 直接 治疗精神病 但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好处 第四 精神科学对精神病的了解和治疗啊 60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去英国的时候的精神科的 对精神病的了解跟治疗呢 跟现在60年后呢 是已经是差很远了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治疗 可以治好大了多数的精神病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 能够 我想呢 这个抑郁症的话呢 最少可以是百分之90以上啊 那么我盼望呢 华人教会啊 可以改变 这个他们 呃 我们呢 对这个精神病的惧罢 跟回避啊 我想呢 呃 这个是我自己 这许多年来 一个很大的盼望 好 那我就回到这个呃 圣经的启示 跟这个大自然的启示 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来理解这个呃 真理啊 只有两种的启示 圣经跟大自然 是不同层面的一个启示 圣经的启示 讨论的是 重生得救 生命更新的一个层面 科学呢 去了解神大自然的机制啊 这个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的 呃 科学的了解呢 一般是最基本的了解 是这机制的问题啊 mechanism的问题 这个机制层面呢 是呃 科学所需要呢 这个呃 理解的 我等等啊 我把这个 later point再点一下 好 那么 所以呢 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启示呢 并不是矛盾的 他们提出不同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圣经的启示 主要是呃 针对这个 why 科学的的理解呢 就是大自然的启示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 how 提供出来的答案呢 不一样 这个呃 圣经的启示提供的是意义 这个呃 价值等等的呃 问题 生命的问题 科学的启示呢 得到的这个答案呢 主要是方法的问题 这个过程的问题 啊 我盼望呢 这个呃 这一点上面呢 我们如果能够 你说呢 这个不完全能够解释 呃 圣经 圣经与科学之间的矛盾 但是呢 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最少呢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了 那神的呃 特别启示 普通启示 我想我不用讲了 提摩他后书里面 讲圣经的启示 呃 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里面呢 神在大自然里面的一个启示 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我们时间其实非常有限 好 那我先举个例子 死亡啊 死亡这个事情是我们呃 人所必须要面对的 这个有人讲说呢 这个其实在美国 你生活的话呢 只有两件事情是不能避免的 一个是交税 一个是死亡 那么死亡这个问题 从圣经来讲 为什么人会死亡 因为人犯罪堕落 死亡的本质 其实是神与人之间的隔离 这个人犯罪堕落之后呢 与神的生命来隔离 所以呢 人生的里面充满了这个矛盾啊 尽管我们好像是活 其实呢 我们活在死亡的里面 罪恶的死亡的里面 那如何解决呢 从悔改重生 生命更新这个层面 这个呢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能够同意的 科学呢 不是从这个层面来看 不是从圣经的层面来看 不等于呢 它就是不对的 只是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什么叫死亡 那现在科学怎么看死亡了 简单来讲啊 这个要复杂讲 当然就讲不清楚了 简单来讲 现在理解这个死亡 是因为呢 这个我们细胞里面呢 有这个 这个 一个东西叫末端体啊 就是端粒体啊 末端体 端粒体 Telomia 这个Telomia 如果缩短的时候呢 这个软色体呢 就死亡 这个Chromosom呢 就死亡 Chromosom死亡呢 这个细胞就死亡 我等会给你看一个图 那所以呢 这个死亡呢 从科学来讲呢 是生理活动停止的一个定义 那你说那科学怎么解决死亡的问题呢 现在科学的研究呢 很多呢 是在修补这个末端体 那现在我们找到有三个方法呢 可以延长这个末端体的 端粒体的 一个呢 是锻炼 就是你每天去运动 一个是好的营养 第三个是 但这些呢 我就没法详细讲了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细胞里面的 这个Chromosom 这个软色体 软色体呢 这个一般呢 都是两条这样的交叉的 这个组织 那这个Chromosom呢 它四个末端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保护肝的 这个 就好像你这个汽车的保险肝一样 它的功能呢 这个末端体的功能呢 端粒体的功能呢 是来这个保护这个软色体 那它的长度啊 你可以说它宽度呢 就是这个 断定的这个 软色体的什么时候死亡了 如果它磨损了 这个为什么会磨损呢 那生命的里面很多碰撞的 这个细胞的里面很多碰撞 它的这个 这个端粒体 还是末端体呢 它就会磨损的 一直消磨到没有了 那就这个 软色体就死亡 这个细胞就死亡 所以呢 人的寿命呢 一般呢 很少超过100岁 你可以说呢 可以可能到120岁了 但是呢 这个以后能不能增长呢 这个为什么圣经的里面 人可以活到900岁呢 这个马土撒拉 可以活到969岁呢 那很可能是跟这个末端体 是有关的 当然了 这些是这个推测了 无论怎么样了 现在的理解呢 是这个末端体的这个延长呢 就能够把生命来延长 所以呢 很多人现在来在做这个 这种的研究 那这个提罗密尔的研究呢 是2016年呢 拿这个挪贝尔奖的 好 那这个 我们来看啊 这个端粒体 这个末端体啊 你的baby 你生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端粒体很长啊 有8000个这个碱基队这么长 那什么是碱基队 我们就不讨论了 这个8000个碱基队 这个单位的这么长 到你们的年龄35岁呢 就已经掉到3000个了 你说呢 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一个生命的磨损 到你父母的年龄65岁了 他就变成1500的这个端粒体的长度 只有1500个这个碱基队了 到了我这个年龄啊 这个85岁了 那就是很短很短 看不到的了 所以呢 这个是生命上面呢 不能避免的一个事实 所以科学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什么叫死亡的 跟圣经里面的理解 人与神的生命的关系 这个重生得救这个理解呢 是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理解 并不等于是矛盾的 只是他们不同的层面而已 好了 那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 知道呢 科学其实是一直在变的 意思说科学不是 一个禁止的一个学物呢 是不断在更变的 那我举 这个 举一些 我想要举三个例子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 可能呢 对我们今天讨论的 有些关联的 那神在大自然里面呢 很多的机制呢 科学呢 在慢慢在发现 但是很多不容易发现的 我举第一个例子 科隆 那科隆呢 其实是大自然啊 不常用的一个机制 1996年7月5号 才成功造出第一次的 这个科隆羊 但以前 没有的时候呢 不是这个机制不存在 只是呢 这个没有找到 没有看到 没有发现到 所以呢 科学是不断在找到 神的这个大自然里面的机制的 第二个叫CRISPR 我想要在这个公图上面 找这个CRISPR 中文的翻译 居然没有 主要是这个 因为呢 去年了 这个得这个 挪贝尔医学奖的 那今年的 2021年的医学奖 还没有出来啊 说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去年呢 是这个CRISPR 的科学家两个呢 拿这个挪贝尔奖 那CRISPR是什么呢 本来是细菌啊 对这个病毒 就好像这个 COVID-2 这个SARS-COVID-2 这个病毒啊 就是细菌Bacteria 对这个Virus的 预防的机制 你怎么会想到呢 这个在大自然的里面 细菌啊Bacteria 跟这个病毒 一直在打仗 打得很严重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细菌 用来防卫这个病毒的 这个侵害的一个机制 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 这个科学家 所以这个是最近的事情了 2011年的时候呢 第一次啊 这个几个科学家呢 讨论这个CRISPR 究竟是能不能从 这个细菌的 这个细胞上呢 用到这个动物啊 人啊这种 结果呢 就发现呢 其实是可以用来呢 改变这个DNA的 那怎么改变DNA 我就不讲啊 你说呢 现在基因之所以 能够开始被改变了 之所以现在这个 对这个癌症的治疗 现在有了新的希望 就是因为呢 我们现在呢 了解了这个CRISPR之后呢 知道呢 其实这个DNA呢 是可以更改 当然里面有很大的 这个道德的问题了 好那这个是第二个 我想要讲的 就是说以前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种的机制 现在呢我们知道了 第三个呢 就是大脑在成长期的白层 有修剪的 你以前怎么会想到呢 这个脑子自己会修剪啊 脑子不是应该一直在增长吗 人的身体不是一直在增长吗 怎么会自己砍掉 这个三分之一呢 所以呢 这个其实啊 人的大脑呢 在这个六岁到十六岁的时候呢 一直在这个修剪他自己的白层啊 我等会给你看一个图啊 所以科学以后呢 可能发现神在大自然里面 更多现在没有被发现的机制 所以这个是科学的 这个去了解神在大自然启示的 这个他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对精神病的理解 跟以前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 从这个大自然的启示的里面 这个了解这个精神病的机制了 这个是 是 长话短说是这样 好 我先讲一讲这个大脑修剪 以前不知道的机制 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呢 这是有一段修剪的时期的 一直有 二十三十年的修剪了 那最高峰的时候是 大概六岁到十六岁啊 他主要呢 是砍掉了三分之一的 这个我们叫突出啊 Synapse 就是这个大脑的细胞 讲话的一个网络的修剪 非诚减少这个白诚增加 在大脑修剪高峰期的时候呢 九到十六岁的时候 这个跟我们有关了 最好不要给大脑太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在修剪的时候 你给他很多环境上面的压力 要他去适应很多的事情呢 可能这个人就受不了 受不了怎么样呢 受不了就会发病的 会发精神病的 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 最好不要在小孩 九到十六岁的时候呢 把他送到国外去 所以呢 我建议最好你不要把小孩 从中国送到美国来读中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智慧的事情 你要送的话呢 最好是等他大学毕业之后 毕业生的时候呢 才送过来 那你说这个 有很多实际的考虑 我不是讨论这个 我只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告诉你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孩在九到十六岁 老子在修剪的时候啊 你给他送到外国去 受很多这个文化的冲击 朋友之间的冲击 这个学业上面的冲击 这个呢 可能受不了的 所以呢 其实啊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证据 证明了移民的青年问题 精神问题啊 比土生的青年问题多很多 产生了很多的悲剧 自杀的问题很多 精神病的问题很多 那为什么都不讲呢 因为社会 美国社会第一 没有很大的兴趣 要讨论这种事情 父母当然也不会跟你讲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因果啊 其实呢 我在我自己的这个经验的里面 教会的里面 我专业经验的里面 看的太多了 我觉得呢 这种的冒险的做法呢 最好呢 你就不要做 我再讲一次啊 我建议呢 最好不要在小孩子 9到16岁的时候 送到国外来读书 不然的话呢 这个抑郁症还比较问题小 如果是双向症 还是分裂症的话呢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 不好解决的问题啊 好 那这个大脑修剪 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就不要呢 这个做一种冒险的事情 那我就举三个例子 来告诉你 好 这个大脑修剪啊 那么没有时间讲了 就是呢 这个从 这里是 6岁 从5岁6岁开始 黄色红色的地方 就是生长的地方 所以你看呢 唯一的地方 在生长的是 说话的区域啊 这个是 所以呢 这个青年人 说话呢 你说不过他的 就是因为他 讲话的 能力一直在增加 可是你看蓝色的地方 最修剪的地方 一直在减少 这个是 80年代呢 才开始知道 一直现在这个研究 还在做的 好了 那么神迹也有机制 神是一个智慧理性的神 你说呢 这个科学不一定能够解决 很多的问题 需要神迹 那我同意啊 这个神 很多事情做在 大自然的机制以外的 神是一个理 智慧理性的神 所以神迹也应该有机制 神迹的机制呢 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他不是 神在大自然中 经常使用的 一般的机制 所以呢 他在这个 大自然里面 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 留下来的机制呢 放下来的机制呢 他可以不用的 他可以超过这个来用的 那这个是很 很可以理解的事情嘛 就好像呢 你说呢 以前我们不知道 Crisper 我们以前不知道 科隆 你说呢 这个 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是神迹 你也可以这样说的 就说呢 还没有发现 还是不常用的机制 其实呢 是可以是一个机制的 好 我要讲的一个历史 就是吴勇长老 我想很多人知道 吴勇长老是谁 吴勇长老呢 有胃癌 他的胃癌是末期的 那医生已经不能治了 神呢 就医治了他 结果他呢 这个讲道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去听这个吴勇长老 讲道 他有时候呢 会叫这个 听众呢 上去摸他的肚子的 他说呢 你摸我的肚子 你又知道我里面 还有这个癌症的硬块 我的癌症治好了 现在我身体很好 他后来是 我想是八九十岁 才去世的吧 虽然他四十岁 三十几岁得癌症之后 你几十年没有再发 可是啊 很多人不知道的 神病没有改变 他基因的遗传 他的女儿 二十四岁得癌症 二十八岁就去世了 但你说真奇怪了 为什么神医治 吴勇长老的癌症 他却没有挪去 他癌症基因的遗传 那你说癌症是遗传的吗 这个当然是了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神医治 吴勇长老 是用一种的机制 神迹的机制 神 容许他 另外一种机制 吴勇长老的这个癌症被治好 可是他的癌症基因被遗传 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 那所以呢 神迹的机制 我们以后可能理解 当然也可能不理解 无论怎么样了 这个我们应该呢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 讨论的这个精神病的问题 我说呢 这个抑郁症 我们来看这个情绪困扰 这个事情啊 这个情绪低落 那圣经怎么看呢 本质犯罪后 人内心的不安 这个我想是一个应该 蛮能够接受的一个定义吧 意思是我们情绪不好 这个是一个犯罪多落之后 人的内心不安的一个表现 那你可以说呢 这个理由在哪里了 人的心理不安是因为人与神 人与人 人与自己 人与环境上面的矛盾造成的 这个我想也应该是 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解决的 就是悔改 重生 灵性成长 爱观扶持 从这个角度来解决 一般我们的情绪困扰 好 那这个是圣经的观点 圣经启示里面 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情绪 一般人的情绪 你看诗篇 你读这个旧约新约 很多地方告诉你怎么去 这个对付自己 心里面的恐惧 不安 这个忧虑 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 好 那精神科学呢 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精神科学呢 他第一 希望呢 做一个诊断 是否得了抑郁症 因为这个科学对一般情绪的 医学 那抑郁症 那抑郁症我们怎么定义了 抑郁症其实是一个大脑功能紊乱的一个病 大脑功能出问题 大脑功能出问题 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是因为基因与环境的互动 基因与环境还是个人其他家庭的背景的因素 社会 这个经济的因素等等的一个互动 造成的 基本上面是一个基因与环境 还是个人的因素的互动 造成大脑功能紊乱的一个病 叫抑郁症 我们现在是这样定义的 好 那要怎么解决 解决呢 按程序 我们可以来讨论 很快来讨论 慢慢结束的时候 很快讨论一下 怎么治疗这个抑郁症 那么一般呢 这个治疗 如果是按程序处理 到一个程序是需要专业治疗的话呢 那专业呢 一般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辅导 一个是药物 辅导 为什么要用辅导了 辅导是针对个人与环境的诱因 我刚才讲说呢 基因与环境互动嘛 所以辅导是针对环境跟个人因素 你如何来应付这个环境诱因 跟个人因素 举例 你失业了 那这个是环境因素啊 个人因素 经济的问题 你家庭对你的要求都问题 辅导有什么好处呢 帮助你如何来面对这个失业 跟这个你经济上面 跟家人对你的要求 如何你来应付 所以辅导是做这个 环境个人因素怎么应付 那药物什么好处呢 药物是针对基因 突变带来大脑功能紊乱的症状 所以药物是针对基因功能这一块 辅导是针对环境个人因素这一块 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的 医生的我们的治疗呢 不是想一想说呢 这个人叫他去辅导吧 这个人叫他用药吧 理由呢 是因为啊 这个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 基因造成的这个症状 举例失眠 举例没有胃口 熟利呢 你这个情绪非常低落 常常有自杀的念头 那这个是基因功能的问题 那药物呢 就帮助这个了 你这个这个家庭的矛盾 这个失业 夫妻吵架这种 那怎么应付了 这个是环境诱因 那这些呢 个人的因素 这些呢 需要用辅导来针对的 所以呢 精神科学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情绪困扰 他不是看所有情绪困扰都需要治疗 没有这个想法 他觉得呢 得了抑郁症之后 就需要用这个程序来处理了 是这个想法 好了 那我想呢 我希望呢 我这样讲过之后 你开始就知道 为什么呢 我可以走出这个 走出这个当年的困境了 就是因为我开始理解 原来呢 圣经讲的角度 这个启示里面所讲讨论的层面 跟科学讨论的层面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两个不矛盾 但是呢 两个可能都需要理解 是这个想法 好了 那么我在比较详细讲一讲 应用不同层面的启示 圣经的启示 帮助我们重生得救 灵命成长 教会生活 教会福音宣教 当然自然启示 帮助我们去求学 去工作 去建设 去贸易 去治理社会等等 这个我想呢 我就不详细讲这种 所以两个启示 叫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都可以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同工 基督徒两个层面 应该都需要研究研读 精神科学了 回到我们讲这个精神健康 精神科学这一块 主要是研究大脑功能 紊乱的机制 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好 那其实呢 在以赛尔书28章里面 有一段呢 讲这个农夫啊 用这个神给他的智慧呢 了解神在大自然里面的启示 所做的事情 那你去看看啊 那你去看看啊 以赛尔书28章23到29节 我就不来读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这个回到精神病了 从这个科学啊 神大自然启示的里面 找到的机制 这个层面来讨论了 那精神病目前怎么分类法呢 基本上面呢 就是分成情绪病 情绪病就是emotional disorder 就是mood disorder 那这个呢 包括了这个抑郁症 双向症 焦虑症 强迫症 摄食症 这种 第二类呢 是thought disorder 就是呢 这个思觉 类 就是主要是精神分裂症 这个 我们一般 这个精神病都是从精神分裂症的角度来理解的 其实呢 这个精神病很多种 精神分裂症呢 只是 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尽管它是一个最严重的病 精神分裂症 全世界大概都是 2%的人有 那么抑郁症呢 是6%到10%的人有 算抑郁症比这个分裂症呢 要多很多 那双向症呢 是4% 焦虑症呢 大概也是8%到10%这种 摄食症在国外呢 是青年女孩子呢 是大概15%到30% 看你在哪个地区 看你去哪些学校这种 强迫症在中国很多 在国外呢 是厌食症的这种多青年女孩子 在中国呢 青年人的毛病呢 是强迫症 这个呢 很多人认为呢 是跟这个高考严格的这个 这种的严厉的制度呢 是有关的 好 那么第三类的精神病呢 叫失智症 就是 阿尔斯海默治症 就是 老安斯治症 就是痴呆症 以前叫 第四种呢 就是儿童的精神病了 这个注意缺陷障碍症 ADHD啊 这种 这个 多动症啊 这些 然后呢 这个发展的障碍症 就好像呢 这个 弱智症啊 这些呢 所以呢 这个 大概呢 分成呢 这个五个大类 那以后会不会再 有别的想法 当然会了 现在这个理解 其实是 还是很初步的 精神病 在科学上面的 这个发展 非常的落后啊 虽然呢 在过去几十年的里面 确实是 有很多的进展 那我下面 主要讨论 是用抑郁症来讨论了 不然的话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呢 可以讨论 这么多的这个精神病了 抑郁症究竟是什么 一回事 今天的精神科学认为呢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产生大脑功能 紊乱的一个病 那五十年后 可能有别的想法 无论怎么样呢 现在的看法是这样 现在看法是说压力 就是环境的诱因 压力等于 现在的疫情 这个意外 失业 这个 这个 突发的事件 车祸 这个生病啊 这个 家人得癌症 这种的压力啊 这个 考试的压力啊 这个 家里面 这个 关系不好 这个 暴力 家暴啊 这种的 我们都把它归成压力 那这个压力呢 跟这个基因互动啊 那当然这个基因呢 也跟个别的随机因素 还有个人的认知因素 随机因素就好像是家庭 其他的因素啊 这个社会的因素啊 你去读哪个学校等等了 你碰到老师 好还是不好啊 这些呢 叫随机因素 当然好 个人的认知因素 你一个人比较悲观 比较乐观 你看事情比较正面 比较负面 这些呢 都可以影响 这个基因的功能 基因功能也可以影响 这个认知的因素 所以呢 这个基因 随机因素 个人因素 我们把它放成是 你个人 这个特殊的因素 压力跟它有互动啊 两者互相影响 然后结果 是抑郁焦虑 抑郁焦虑也可以影响 这个基因功能 基因功能可以影响 这个抑郁焦虑 所以这些都有互动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对精神病 的理解呢 是从这个 环境因素 跟这个基因因素 基因因素跟其他个人 社会的因素 互动之后 产生的一个后果 现在是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这个精神病 这个是我们现在 这个 经过了过去几十年 对科学的一个 更深的一个理解之后啊 一个 一个的进步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了 几十天后 是不是这个理解 我不能说 那很多有才华的人 都有精神病的 这个是张国荣 这个是樊高啊 他切掉自己的耳朵啊 他因为有幻听啊 他有双向症 严重的双向症 他切到自己的耳朵 想要呢 叫这个声音停止 所以呢 就把这个一块布呢 贴在耳朵上面 画了这个四画像 这个是张纯如 写南京大屠杀 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得双向症 这是三毛 三毛也是双向症 有才华的人 都很多有双向症的 这个双向症 不是每个人 有条件可以得到的 这个是 这个得 这个挪贝尔奖的 经济学家叫 Nash 这个是 美国第一个 拿文学奖的 海明威 这个是一个数学家 我不讲了 这个是 19世纪最有名的 这个 哲学家叫 尼采 那些人呢 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但是他们有 很严重的精神病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基因与环境因素 这个 造成互动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说呢 这个 刚才我讲说呢 这个科学 对这个情绪困扰 情绪低落呢 第一个要做的是诊断 那如何诊断呢 为什么要诊断 那诊断的 的意思呢 就是说 有这些症状 我们可以把它 看成是一个病 为什么把它看成是一个病呢 因为在长期追踪以下 今天你 我得了这个 抑郁症 那30年后会怎么样呢 跟别的人 也是20岁的时候 得抑郁症 他到50岁的时候 是不是有 一样的一个抑后 我们叫抑后 过程 那所以 每一个病 都有几乎 同样的一个抑后 对治疗 有几乎同样的 一个反应 这个 严重的程度 症状 这些呢 都有几乎同样的 一个表现的 我们 规律成一个病 所以血压高 是一个病 所以呢 这个血糖高 是糖尿病 是一个病 所以呢 这个 癌细胞突变 是一个病 就是因为呢 它对身体有影响 它症状有医治 它的抑后有医治 它对治疗 有医治的反应 这种等等 好 那抑郁症 是怎么样的一个 症状了 两周 最少两周 一说一天两天不算 两周以上 就可能是了 情绪低落 难受 特别早上 起床的时候 很难启动自己 第二 失去喜乐 兴趣 动力 体力 不够体力 这个 很疲累 但是没有找到原因 胃痛脚腊 做起事情来 没有兴趣了 提不起劲 第三早醒 两三点钟 醒过来 就无法再睡 一般的失眠 很多是躺下去 睡不着的 这个是焦虑 想太多事情的一个 一个症状 如果你是躺下去 睡得着 两三点钟 醒过来 就睡不着 这个是 恐怖症 第四个 绝望 生不如死 活不下去 内疚 这些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 所以 自杀是抑郁症 一个危机 一个 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第五 没有胃口 体重减轻 第六 焦虑 恐惧 就是恐慌症 到外面去的时候 心跳得很厉害 心慌 手发抖 出汗 冒汗 好像人要昏倒下去 这种叫惊恐症 恐惧症 坐立不安 无法集中精神 不看重负 不愿意与人交往 说话 容易发脾气 这些是抑郁症的八个症状 我们说 两周以上 有三个以上的症状 三个还是以上的症状 很可能是抑郁症 那就诊断 一般是用医生来做诊断 那么 但是我们自己看 有八个症状里面 有三个 两周以上都有的 那这个症状 很可能就是抑郁症 好 所以抑郁症 跟一般情绪低落 是不一样的 抑郁症为什么是一个病 因为它对身体 跟精神的健康 都有负面的影响 抑郁症是一个病 它就是对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有负面影响 减低这个生活的指数 减短这个寿命 这些是我们 一般定义病 是用这几个条件来定的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抑郁症 讲过之后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中国人 有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中国人 东方人 应该这样讲 东方人就是 韩国人 这个 这个印尼人 菲律宾人 这个越南人 台湾人 这些 日本人 这些都有这种的特征 就是他用躯体症状来表达这个抑郁的情绪 那外国人也会 但是没有这么明显 所以美国人看中国人的躯体化症 不了解的 我93年到波士顿来的时候 这个美国医生 知道我是中国人的精神科医生 很高兴 送了几百个病人过来 都是躯体化症的 为什么 他不会看呢 他不知道 这个叫抑郁症 无论怎么样 这个病是什么样 头晕 眼花 心慌 耳鸣 头疼 脑胀 痛 胸闷 胃痛 胃胀 消瘦 眉胃口 呕吐 拉肚子 失眠 失息 虚弱 怕冷 这些都是躯体化抑郁症的表现 那么躯体化症状是植物神经系统的障碍 我们刚才讲说大脑功能障碍是抑郁症 那么中国人就一般大脑功能 他不太注重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他注重的是这个躯体化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叫躯体化症 那么导致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样的缘故 导致95%中国人的抑郁症没有被诊断 也没有治疗 为什么 因为89年的时候 中国做了一个六个省的几万人的研究 发现里面的人绝大部分是躯体化抑郁症的 结果 很多人几十年都没有被诊断 也没有治疗 好了 那目前精神科了 是怎么看法 目前大脑神经科学 精神科学是朝着这个基因跟大脑功能方向走的 抑郁症不单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怎么走过来的了 是从1978年那时候我才英国 1978年第一次发现了抑郁症病人 睡眠脑电波有变化的 那脑电波是大脑功能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所有的抑郁症的病人都有这些的症状 这种研究 后来在中国人 在韩国人 在南非的人 在南美洲的人 在印度人 在欧洲人都做过 基本上面都是一样的 那大家就知道 这个抑郁症其实是一个脑质的病 脑功能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因为 78年第一次发现的 90年之后 开始从介质 介质是大脑细胞讲话的化学 叫介质 2005年开始从大脑网络来了解 2015年 终于找到了抑郁症的基因 找了很多年 从2000年 人类的基因谱找到了时候 15年的时间找不到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看这个抑郁症就不是一个 脑病吗 你们说是其实不是的 那后来找到了 现在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40几处了 2015年的时候 找到了18处好像 现在已经找到40几处了 那这个基因突变 都已经找出来了 可是呢 这个中国人对精神病不了解嘛 所以他一直没有这个了解 所以我们说呢 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大脑功能紊乱 那基因也跟认知心态 还是个人成长 社会其他的因素了啊 来互动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理解 这个是一个基因产 功能出问题 跟其他的因素 环境诱因压力等等的因素 互动之后造成 引诱发 诱发这个基因功能出问题 产生这个大脑功能出问题 产生抑郁症 我们现在是这个看法 好了 基因啊 那我们看啊 自闭症 2015年的时候找到4处 现在好像找到9处了 分裂症找到128处 这个现在好像没有增加 还是100多处 双向症 当年找到10几处 现在好像也是找到了40几处了 那么抑郁症呢 2018年找到44处啊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些呢 有重叠的 意思说呢 这个自闭症的基因 跟分裂症的基因 有相 有重复的地方 双向症的基因 抑郁症的基因 跟这个自闭症 跟分裂症的基因 也都有重复 意思说呢 这个大脑功能呢 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是 自闭症的症状 有些是分裂症 有些是 双向症有些是抑郁症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是现在不理解了 那就是需要呢 更多的研究之后呢 就能够 找到这个原因了 可是 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 那所以呢 基因头更加没有 那所以呢 就很慢嘛 好 那我说呢 这个一般情绪低落 跟抑郁症是有差别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 不然的话呢 你就说呢 这个所有的人都有 多多少少抑郁症的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一般情绪低落 不会超过几个小时 每星期 不超过一两天 每个人都有情绪 起伏波动 内心受伤 委屈的时候 可是平常的情绪低落 跟抑郁症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平常情绪变化低落 可以自己调整 靠信仰 靠信心 靠圣经的话语来处理 这个是我们每天 都在做的事情 可是呢 得了抑郁症之后 就应该照程序 我等会来讲这个程序 来处理 可能 也可能需要 专业治疗 那为什么只是可能呢 我等会解释啊 好 所以呢 有病跟一般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我说呢 每个人都有血压 但不是每个人 有血压高 有血压高的人呢 你如果追踪他 二三十年 他会得心脏病 他会得脑医学 他会得 其他的肾衰竭 这种的 很多的病 那所以呢 这个血压高是一个病 就是因为呢 他有一个抑后的 但是呢 每个人有血压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脑溢血压 这种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因为有血压 跟血压高 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每个人有血糖 但不是每个人有糖尿病 每个人有脂肪 但不是每个人有肥胖症 每个人有胃口 但不是每个人有贪食症 每个人会忘记事情 但不是每个人有肆带症 每个人身上有癌细胞 但不是每个人有癌症 这个我希望你知道 好像是医学是这样看法的 你说呢 平常的情况 跟这个得病是不一样的 情绪低落 跟抑郁症呢 是不一样的 一般身体情况 靠自己调整 靠信仰处理 得病了 就要靠程序治疗 血压高 你有个程序治疗的 先做运动 先不要吃太多肥猪肉 先这个睡眠要好 不行了 要用药 这些有程序的 糖尿病同样的嘛 不要吃太多糖分 淀粉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fiber是多一点 这个 这个 注意自己的 这个 运动 这种 我就不详细讲了 其实呢 所有医学 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精神病也是 现在是这样看法的 所以这个是 进步 疾病的成因 所有的疾病 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造成 气质结构 生理的恶性变化 因此造成疾病的症状 所有的病 无论是身体病 无论是精神病都现在都是一个理解 所以基因与环境互动 当然也跟其他个人的因素了 我就不详细讲了 造成结构 这个气质的变化 造成的症状 所以呢 有个基因叫 15Q24 变异 突变的时候呢 如果你抽烟 就容易得肺癌了 如果你有个基因叫 SLC30A8 这个突变呢 太多这个 淀粉 糖分呢 就会造成 二型糖尿症 如果你有个基因 叫APOL 吃太多肥猪肉 会得三高 得脑医学 是这样的想法 所有的病 现在都是这个看法的 好 那基因与环境互动了 抑郁症的环境诱因 有三大类的打击 第一类的打击 是环境的这个打击 跟人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疫情 举例 你说现在这个新冠病 那么天灾意外事故 你这个开车 这个路滑翻车了 这种人家创造你了 这些那工作 失业等等 这个考试压力 经由死亡疾病了 这种 然后季节转换 这些呢 都是环境的诱因了 一是跟你跟别人的 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是人际关系了 这个跟人有关系 别人伤害抛弃 虐待欺负你 离婚失恋 父母要求太高 缺乏扶持关爱 这个我想我们可以一直想下去 这种是人际关系上面矛盾造成的 第三是自己造成的 你可以说这个是人的行为犯罪犯法造成的 这个呢是很少了 一般的大概不超过 百分之二十 这个抑郁症环境的诱因 百分之四十 人际关系矛盾 百分之四十 自己造成犯法 酗酒吸毒 赌博这些呢 懒惰不工作这些呢 这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好了 那基因我刚才讲了 已经找到四十几处了 当然基因也与认识与成长因素来互动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现在科学的理解 基因与环境 现在从神启示 大自然启示的机制里面 我们的理解 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我举一个例子 研究的很多的 有一个基因呢 叫青山启动体基因 叫5HTT-LPR 这个基因呢 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基因呢 有两个版本 一个呢 是长的这个 我们这个叫运输体 Transporter Promoter Region Transporter Promoter Region 这个呢 一个短的版本 那我们一般的基因呢 每个基因呢 都有两个版本 一个从父亲那边过来 一个从母亲那边过来 如果你遗传过来 我讲遗传 你就很多人就很抗拒了 抑郁症是遗传的 这抑郁症呢 如果你遗传过来 两个版本都是长的 你抵抗环境诱因 你失业 亲友死亡 你自己这个得病 你有这个意外事故 这些你抵抗这种环境 因为能力比较强 不容易打倒你 击倒你 不容易叫你爬不起来 如果你两个版本 承受过来都是短的 那你这个承受压力的 这个能力就比较低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 不是你信心的问题 不是你灵性的问题 是你基因的问题 那你说有什么根据了 我们看根据吧 2005年美国有个风灾 叫Katrina 这个风灾之后去检查 有多少人得抑郁症 长起动体 两个版本都是长起动体的 5%的人得抑郁症 短起动体的人 30%的抑郁症 于是这个你短起动体 也不一定就在风灾之后 得抑郁症的 长起动体也不一定 不得抑郁症 只是呢 短起动体的人 抵抗环境诱因的能力 这个灾害的诱因呢 比较没有 所以呢 得抑郁症的几率呢 是长起动体的6倍 第二个 我举第二个例子 2013年的时候 美国南部 有个很大的研究 叫SAAF Strong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做什么了 他找了160几个 10岁 11岁的黑人的小孩 过几年之后呢 去追踪他们 看看在这个环境 巨大的压力之下 当时这个 在这个 Georgia的 这种的农村的环境的里面 这个家庭 这个健康环境不好 经济环境很差 失业很多 这个酗酒家里面 暴力啊 这种很多都有 好 那他这个研究呢 就去找一找 说呢 这些小孩啊 几年之后 在这种环境里面 长大 多少人呢 出问题 那么 看几年后 多少青年人有 精神行为有问题 他青年人的 这个抑郁症 有时候是从行为啊 这种的 心态上面表现出来的 anyway他们 这个net 这个网啊 这个很大嘛 要找一找呢 究竟多少人有问题 精神有问题了 应该这样讲 结果 长起动体的人 15%出问题 短起动体的人 30%出问题 你说呢 这个基因与这个环境啊 互动啊 长起动体的人 比较能够承受这个 下层社会巨大的压力 短起动体的人 青年人 比较不行 所以呢 这个 比例是这样的 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现在 知道这个基因呢 青山 运输的基因呢 是影响一个人承受压力的能力 好 那我刚才讲说呢 这个基因与环境互动 产生这个大脑功能 紊乱 那第一个 第一个发现是 睡眠脑电波 第二个发现是 戒指紊乱 第三个发现是 网络紊乱 我们很快来看一看 这个是 睡眠脑电波 没有时间详细讲 无论怎么样 你看 这个是一个正常人 他躺下去睡的时候呢 15分钟啊 这个是时间啊 0 就是11点了 8 就是8个小时之后 就是早上7点 好 那他躺下去睡15分钟 就睡着的了 一般的人 那然后呢 很快半个小时呢 就进入深睡啊 这个叫stage4 sleep 那经过一个小时 深睡之后呢 第一次做梦 蓝色这个区域呢 叫做梦的睡眠 然后呢 这个做梦15分钟之后呢 又回到深睡 然后第二次做梦 然后深睡 第三个深睡 比较浅哦 然后呢 后半夜的睡眠呢 做梦的睡眠比较多 睡眠也比较浅 你说呢 深睡就比较少 好 这个是正常人的睡眠 8个小时 到早上 然后这个6点半 他就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呢 他就没有再睡 好 这个是正常的睡眠 抑郁症的睡眠 我说呢 当年呢 做了很多很多人 无数的人的研究 不同人种的研究 发现呢 抑郁症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他的深睡呢 很少 你看呢 这个正常的人 深度的睡眠 就四成的睡眠呢 大概有两个半小时 加上三成睡眠呢 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呢 是深睡的 抑郁症的病人呢 很少 三成睡眠 只有大概加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 四成睡眠 只有几分钟 所以呢 这个睡眠的质量不好 这个是很多抑郁症的病人 都会告诉你 他睡好像就没有 睡一样 睡的质量很差 第一 为什么啦 因为大脑这个不能休息啊 他不给大脑 不给自己休息 第二 他做梦的时间提早 这个人呢 最后一个半小时 第一次做梦 抑郁症的病人 最后大概四十分钟 他就第一次 十五分钟 第一次做梦 那这个是很 特殊的一个情况 意思是他的 做梦的睡眠呢 往前啊 时间上往前来移动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睡之后 到早上两点三点 最后这里 三四个小时醒过来 就不能再睡了 所以这三个特征呢 是几乎所有的抑郁症的病人 典型的抑郁症病人都有的 这三个特征 第一个睡眠质量不好 第二提早做梦 为什么提早做梦呢 因为呢 这个估计呢 是因为这个脑子啊 不能放不下这个压力啊 要急不期待的来 这个解决这个压力 做梦呢 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来解决问题的一个睡梦 一个一个睡眠 这个做梦的睡眠呢 是正常的睡眠 很多人呢 这个很 中国人有个奇怪的想法说呢 多梦呢 是不好的 多梦才是好 没梦的人呢 是死人 所以呢 这个做梦呢 是你脑子在 这个很活药 在整理问题的一个睡眠啊 无论怎么样了 这个抑郁症呢 这个人为什么提早做梦呢 因为他脑子放不下嘛 他就是要整理 那然后呢 他整理不来了 就到三点钟 他就说呢 我不干了啊 我实时了 我就你自己去解决 所以他就叫醒你 就不做了 他就不解决问题了 是这个想法 所以呢 抑郁症的睡眠 有三个特征呢 都是跟这个脑子功能啊 这解决不了这个压力 有问题 有关系的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知道 发现大脑功能出问题的 第一个机制 第二个机制是这个 用这个FMRI来找这个 大脑的介质 我就不讨论啊 那这个 其中一个呢 就是轻色胺 我们刚才讲啊 正常人的脑子里面 轻色胺很多 抑郁症的病人呢 轻色胺很少 这个蓝色就是比较少的意思 它有显示出来了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是代表 不是说你抑郁症的时候 脑子发难的 不是这个意思 它只是说呢 这个 轻色胺的受体很少 那它好了之后呢 它就会增加的 这个是同样一个病人 抑郁症的时候 脑子里面轻色胺很少 吃了几个礼拜 轻色胺内的药之后呢 这个 大脑的功能就开始恢复了 它的这个戒指多起来 它就不再抑郁了 是这个想法 第二个戒指是多巴胺 我就不讨论了 这个是正常人的脑子 红色黄色就比较多的意思 这个轻色绿色就比较少的意思 所以呢 抑郁症的人除了这个 青色胺戒指少之外 还有多巴胺戒指少 所以呢 我们用的药呢 都是跟青色胺 跟多巴胺呢 有关联的 第三个就是网络的问题了 上面是快乐的小孩 美国六岁 一百多个快乐的小孩 你看它这个网络 就是管这个情绪的网络 这个网络呢 是非常坚固的 用红色来代表 就是很坚固啊 很厚啊 很坚固的一个网络 下面的小孩 是一百多个 这个六岁的 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找出来 罗马尼亚曾经 集权国家之下呢 这个正常小孩都很不快乐 何况这种孤儿院里面的 孤儿院里面的小孩呢 你看他非常抑郁 所以他的网络 连接非常的感情的网络 非常的脆弱 你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是大脑功能 紊乱的这个证据 好 那我做一个结论 抑郁症是什么 抑郁症是环境压力 与个人基因 与认知 个性等等的互动 产生大脑功能 紊乱的疾病 所以呢 压力消除以后啊 一般抑郁症 也就跟着消除 可是假如 基因功能没有修复 压力减少后 抑郁症 症状也不一定消除 这个想法呢 是这个理解呢 是50年前 我开始做的时候呢 不了解的 觉得呢 这个 解除这个 环境诱因了 你能够应付这个 缺乏关爱 不再为了你小的时候 受被欺负 难过之后 你抑郁症就可以痊愈了 你不知道呢 这个只是这个 解决一半的问题 另外一半基因功能 如果自己没有修复 压力减少后啊 抑郁症也不一定会消除的 这个是 不了解的事情 第二个不了解的事情 就是因为 这个基因功能没有修复 所以抑郁症会浮发 是这个想法 为什么糖尿病会浮发 为什么血药膏会浮发 为什么红斑狼疮会浮发 为什么癌症会浮发 因为基因功能没有修复 为什么抑郁症会浮发 同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基因功能没有修复 所以 这个大脑功能 就会再紊乱 好 那回到这个 信仰这个部分呢 我为什么认为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 第一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产生大脑功能紊乱 所以呢 灵性好 信心强 可以帮助基督徒 理论上了 可以帮助基督徒 胜过环境的诱因 可是不能改变这个基因 如果你不看基因这部分 你就相信呢 都是信心的问题 都是灵性的问题 那可能也是对的 问题就是呢 灵性好 信心强 可以解决这个你失业 可以解决你失恋 可以解决你教会分裂 带给你的这个困扰 但是如果这个基因被诱动之后 基因功能没有修复 那你还是可能得抑郁症的 另外一个不理解的 就很多人觉得呢 这个基督徒得抑郁症的时候 乏力 失去信心热情 施不增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传道人 十九世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 他得了二十五岁 得这个严重的抑郁症之后 他常常的挣扎 为什么自己有时候 可以呢胜过这个 这种的抑郁 可以站起来讲到 有时候连读经祷告都不行 他后来想清楚了 他说呢 基督徒得抑郁症之后 乏力失去信心热情 有一天有信心 有一天没有 觉得绝望 有时候充满希望 有时候绝望 那个是抑郁症的后果 是造成他得抑郁症的原因 这一点呢 我希望呢 很多人能够想清楚啊 不然的话呢 这个得抑郁症的基督徒呢 就会觉得非常内疚了 所以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 一般信仰波动 用情绪来处 而用信仰来处理 而抑郁症需要按程序来治疗 抑郁症与罪跟咒诅 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百分之百 一百的人都是罪人 这个是我们的信念啊 所有人都是罪人 心里都有偶像 是吗 应该是的 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 以抑郁症 现在疫情之下呢 大概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了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为什么在这个新冠病毒之下 影响之下 西方社会的人呢 百分之三十得抑郁症 那这个我就不讨论了 但是呢 你要搞清楚 百分之一百是罪人 心里都有偶像 只有百分之十的得抑郁症 那就证明呢 这个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得 罪人不得抑郁症 不是因为他不在罪的控制底下 还是不在咒诅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病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问题 不是一个罪的问题 我要讲的是这个 幼婴一般跟别人的罪 别人犯罪的后果 一个酒驾的人 创车不小心开车 创到你 你这个受伤的时候非常抑郁 这跟你没关系的 你犯罪没关系 跟他犯罪有关系啊 只有少数病人的幼婴 是因为自己犯罪 好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 想不清楚的问题 很多幼婴跟罪是无关的 失业 经由死亡 生病 天灾 不是说每个人 不是罪人 不是说你每个人不需要去 把罪找出来来承认 我只是说呢 你认罪认罪 找很多罪出来认 你的病 你医症不一定好 我是这个想法 好 很多幼婴跟罪无关 失业尽有死亡 天灾 疫情 很多很好的基督徒 有抑郁症 马丁路德 有严重的抑郁症 施布阵 严重的抑郁症 施伯福就写 我心灵得平安 那个 那个人的 他这个方向 还不是单是抑郁症 他后来跑到这个巴勒斯城去说自己是已经是再来的救助灯 加内尔是这个福乐神学院第一任的教授啊 是波士顿大学跟哈佛大学的博士啊 哲学博士啊 非常优秀的一个一个神学家 结后来呢 1968年的时候因为抑郁症自杀 很大 说呢 他一定是有什么这个信仰的问题 其实完全没关系的 特别杀修女啊 这些人呢 这个我们不了解 你就说 不是的是因为这个 他们有罪 你不能这样讲的 跟咒诅没关系的 我这些呢 我就不讲 这个是 这个是 福乐神学院长 叫卡尼尔 特瑞莎修女 这个是 施布珍 这个是 William Carver 写 经有一处赎罪全员 那个 这个是 瓦里克的儿子 这个 这个是个神学家 叫 Sitzer 等等了 我就不详细讲了 好 那有些基督徒呢 对这个抑郁症的理解 是不完整的 我就提过算了 有些基督徒并不认为 并不认同抑郁症是病 认为这个是一个信心不足 跟犯罪懒惰的问题 所以产生这个抑郁症 那我觉得呢 第一把基因的部分 不提 第二呢 把其他的诱应 环境的诱应不提 那这个就是不完整的意思了 那这个 韦希尔呢 是这个 圣经辅导学 现在的 掌门吧 掌门人吧 这个以前是 Adams嘛 J Adams 这个是他徒弟 那现在J Adams 理论也慢慢 没有人接受了 就是韦希尔也改变了 他说呢 这个是在他的本书叫 忧郁症重生之歌的里面 他说呢 为什么人会抑郁了 他说抑郁症不是一个病 他是只是一种的苦难 他不承认这个是一本 这个本书是怎么样 2010年保详 那这个体系 他说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 信仰体系出问题 他不像他的老师 Adam说是犯罪 他只是说这个 信仰体系出问题 他然后有 另外一处讲说呢 是对神的认识有错妙 然后呢 他又说呢 是太相信自己的观点 他几个想法 我都把它列出来 所以呢 这个 他仍然反对 抑郁症是一个病 仍然不承认 有基因的问题 然后那事实几处 他不承认 他也不接受说呢 这个很多 跟信仰体系没关系的 很多跟神论是没关系的 很多跟太相信自己 也是没关系的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些都是不完整 不一定是错 不完整 那很快讲一讲 一定需要专业治疗吗 我刚才讲说呢 要靠程序啊 处理抑郁症 一定要有个程序 先靠自己操练 过四周不行了 看看能不能靠别人来扶持你 用分享来带你出来 再不行了 就应该有专业的治疗 我说百分之七十的抑郁症呢 靠自己操练 还是别人扶持 可以六个月里面走出来的 就是抑郁症 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啊 但是百分之三十呢 可能需要专业治疗 专业治疗 我刚才讲过是药物跟辅导 药物干嘛了 针对大脑功能紊乱的症状 辅导干嘛了 针对如何应付环境的诱因 因为这个是一个环境与基因互动嘛 所以呢 这个需要针对这个大脑功能紊乱 也需要针对应付这个环境的诱因 治疗很有效 但需要跟这个医生跟病人来配合 然后呢 这个抑郁症不处理 不治疗呢 自己跟家人很痛苦啊 也很怕有自杀的风险啊 所以呢 这个一般的人没有抑郁的人 这个自杀呢 是少于1% 看你年纪了 一般来讲了 是少于1% 可是呢 得抑郁症之后 自杀的风险呢 增加到10 to 15% 那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好 那我最后讲一讲这个 为什么我认为呢 这个 就是两个启示都是需要的 我最后讲这一段是这样啊 希望呢 这个 15分钟可以讲得完 科学可能解决社会上的抑郁焦虑吗 精神医学呢 可以提供对抑郁焦虑很有效的治疗 这个 不需要讨论的应该 可是啊 社会对精神科学的接受 你看华人社会就是对精神科学不接受的 你在中国的社会一般对精神科学是不接受的 对精神医疗的推行 你看美国对精神医疗的推行 跟欧洲对精神医疗推行就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是牵涉道德跟价值的问题啊 道德与价值一般不是科学的领域 不但如此 抑郁焦虑恢复以后啊 抑郁症好了之后呢 他人生其他的问题并不一定随之消失的 不是因为一个人呢 只有一个毛病就是抑郁症 抑郁症好了所有问题解决 你能这样讲吗 当然不能啊 他婚姻的问题 小孩子的问题 自己这个工作的问题 其他身体健康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啊 人生其他的问题 并不一定随之消失 反而可能更需要道德和价值的更新啊 去解决 我希望大家想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 我不是完全只是相信科学的 我没有这个想法 单靠科学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精神健康问题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 那你说你是这样想法吗 还是所有人都这样想法 我告诉你西方精神科学已经开始接受信仰了 我去英国的时候 我去英国的时候 20世纪初期 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轻视 并且反对宗教信仰 我在英国的时候呢 他们对我的基督徒教的信仰呢 是非常轻视的 当年佛洛伊德这些的想法 我就不讲了 他们的想法是 动力矛盾啊 这种啊 争取权利啊 理性分析啊 这个理性分析 行为反射是这个BF Skinner嘛 等等了 所以呢 他认为这样解决了 就可以解决社会上的健康问题了 我在伦敦的时候 他们就叫我去接受分析嘛 可是啊 过去25年 精神科学开始体会自己的局限 怎么体会法 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 这个科学 社会推动这个精神科学 跟精神科学本身 没有很大关系的 因此啊 接受精神 进行接受信仰 对建造精神健康的价值 西方的精神科 心理学已经走 走向信仰 中国的我不能讲 中国我去中国的时候 很多的病人来告诉我 他的医生告诉他 你不能再信耶稣了 你信耶稣 你并不会好 这种想法呢 是落后这个西方的想法 60年的想法嘛 那我这样讲 就要送到新疆去的了 不过呢 这个我希望大家知道呢 过去25年啊 西方的精神科学 已经体会自己的局限 为什么呢 我举两个例子啊 我举两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的是 人生意义治疗的兴起啊 我在英国的时候 开始听到这个叫logotherapy 就人生意义治疗 这个logo就是logos 那个logo嘛 那么这个两个人叫 一个叫Elie Wiesel 一个叫Vicker Frankl 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他说呢 不是分析自己 你就能够得精神健康的 不是你争取理性分析 就能够得精神健康的 他说不对的 有信仰的人生 才可能带来精神健康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讲 他们两个都是纳粹党 手下的受害者 所以他说啊 在纳粹党集中营的里面 有信仰的囚犯 才可能存活下来 这个是事实啊 因为这些囚犯呢 相信集中营中极度的苦难 也有意义跟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信仰的里面 看这些呢 都是还是有记忆跟价值的 所以集中营的囚犯能存活 不是靠了争取享乐 佛洛伊德说 你解脱了这个矛盾之后 就得到了pleasure 他说不是因为呢 这个分析之后得到享乐 不是Adler David Adler Alfred Adler 他说呢 这个power 人需要争取这个权利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卑 Inferiority Complex 你得到权利 你就可以精神健康了 反射条件 我刚才讲了 是这个BF Skinner的想法 理性是这个 Albert Ellis的想法 他说这些都不对的了 他说这些人囚犯存活 哪里是因为这些缘故呢 乃是靠信仰 找到了人生意义 才能够存活 这样下来之后呢 这个是Vizel 这个是Franco 那么信仰对精神健康 有好处吗 90年时候呢 杜克大学一个精神科的教授 现在还在做的 叫Konic 他开创了一门 信仰与精神健康的研究 结果发现呢 这个数据证明啊 宗教信仰对精神健康 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呢 单靠信仰不能治疗精神病 单靠 我不是说不靠 单靠信仰不能治疗精神病 可是信仰可以帮助病人 面对精神病 与治疗有良性互动 我是 现在是这个想法 我相信很多 这个精神科 所以你去看精神科 你不需要问他说 你是基督徒吗 我是基督徒 他不会碰你的信仰 他会很尊重你的信仰 他是你的病而已 好 那么信仰的好处 有哪几个了 因子分析 Factual Analysis 发现信仰好处有四个机制 第一个 提供这个意义目标来 规划人生 规划人生 这个是信 我们叫信 有盼望 不但需要了解过去的创伤 很多人说分析分析 了解过去自己家庭的创伤 成长的创伤等等 很好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要面对未来的 信仰帮助你面对未来 不再惧怕 这个是盼望 这个我想不需要我讲 有依靠信仰带来爱与福祉 特别是在爱的一个团体的里面 除去孤单 自卑跟歧视 这个是爱 信仰爱 带来力量 能力 虽然有病 仍然可以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治病不能单靠信仰 可是信仰可以带来信仰爱 给病人有能力去面对人生 所以治疗需要科学 人生需要信仰 结论了 基督徒该如何对 带精神病与治疗 第一 科学与圣经没有矛盾 是神两种不同层面的启示 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应用 从研究神大自然启示而来的 精神科学 对精神病的治疗 60年来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可以有效治疗多种的精神疾病 而且70年的时候 我看一个小孩有强迫症 他每天早上起来 把他的鞋子穿脱穿脱 十几次不能去上学 现在怎么治疗这种病 现在我们有蛮好的不一定有效 但是最少完之六七十可以有效的来 治好强迫症 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好 我再讲了 可是单靠科学不能解决精神健康的问题 因为科学无法解决道德与价值的问题 所以圣经可以提供意义盼望 扶持能力改变认知 与精神医学有良性的互动 神的两种启示 叫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 应用不同的方法 依靠神 与神同行同工 基督徒两个启示都应该研究研读 盼望华人教会 趁这个疫情冲击 能够改变对精神病的惧怕否定 误解跟回避 以前你可能觉得不需要 现在你看 特别是青年人 为什么青年人在疫情之下 这么多抑郁症自杀 你看这个日本最近有个报道 他说青年妇女在日本的自杀率 升高了很多 为什么 我就刚才讲了 我说青年期的人脑子在修改 在疫情冲击之下 特别不能承受这个压力 我的理解是这样 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看到这种情形之后 能够知道 其实精神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不能逃避的 基督徒得益于焦虑 应该按程序来处理 靠自己操练 靠别人的扶持 然后靠专业的治疗 就不要单靠祷告认罪了 这个是我的结论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